華語大世界要帶您關心到 隨著AI浪潮持續的蔓延 輝達的股價是屢創新高 美股5號收盤時大漲了5.2% 市值來到了3.021兆美元 超越了蘋果的3.003兆 正式成為了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僅次於微軟的3.15兆 那麼外媒也觀察到 輝達執行長黃仁勳 在台灣就像是巨星一樣 所到之處都是美光燈的焦點 還有不少人是用人來風 來形容這股旋風 人工智慧題材火熱 輝達股價也跟著三級跳 市值甚至一舉超車蘋果 美股5號收盤時 輝達股價大漲5.2% 市值來到3.12兆美元 超越蘋果的3.003兆 正式成為全球市值第二大的公司 僅次於微軟的3.15兆 現在超過了Apple 在華爾街上的第二次價值的公司 回答股價目前1224美元 將近台幣4萬塊 對於小資族來說 恐怕有點高不可攀 但輝達7號進行拆股後 預料將吸引更多投資人 因此專家認為 輝達超越微軟值日可待 回答不僅市值高 上漲速度更是驚人 5月22公布財報以來 股價已經上漲超過24% 今年光是到現在 就漲了147% 而且市值從2兆美元到3兆美元 只花了66個交易日 相較之下 蘋果和微軟 分別花了719跟650個交易日 儘管回答股價一飛沖天 黃仁勳依舊平易近人 偶爾一兩句台灣話 立刻跟所有人打成一片 外媒路透社觀察到 黃仁勳這次回台如巨星一般 所到之處都成為美光燈的焦點 因此不少人用黃仁勳的英文名字 Johnson 加上英文的狂潮Incenity 組成Jensenity 人來風 來形容他所刮血的陣陣旋風 成為人編譯